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原地要在1月10号执行的 花莲市中山路路段科技执法取缔违规的工作 因为有民众反应,没有做好事前的宣导 以及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表示 将会和相关单位进行会刊以及讨论 针对货车卸货问题来规划 而这项科技执法取缔的作业 将会延到4月1号来执行 陷警局交通队表示 科技执法设置的目的是要减少恶意违规停车 增进道路顺畅和安全性 警方表示这套执法设备是由智慧车牌辨识比对 加上动态侦测软体 自动判断车辆是否处于违览状况 自动录影拍照 每一件违规影像还要经过警察人员 人工检视违规太阳审慎判断之后 才会依照违规构成要件依法来制单 以免发生误判 我们本局所设定的自动侦测违规停车的这个科技执法设备 主要是设置在我们本县中山路的这样一个交通热点的一个路段 那主要是要防止这个我们的发生交通事故 以及让这个我们行车能够顺畅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中山路七个主要的一个重要路口 来设计这样一个科技执法设备 主要是针对这个恶性的一个违规的停车 主要是比如说在我们路口的范围 或者是行串线 黄网线的范围 或者设有禁止停车 或者是临时停车标线的一个处所来加强执法 那另外也针对这个车种不一位置方式 时间以及相关规定 我们也会来加强来取缔 花莲市区目前针对了中山路 中华路 公园路 中正路等 共六处交通热点 架设了七组科技执法录影系统 原本预计1月10号要执行 但是因为民众反应宣导不足 而且店家的货车没有办法卸货等 交通队表示将会尽数邀及路权单位 会刊研议规划卸货区 并且加长宣导其成 预计这一个科技执法取缔 维庭系统要延到4月1号正式实施 商家所反应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本局会邀及这个相关的路权单位 会尽数来规划这个卸货区 并且加强相关的一个宣导的一个期程 我们预计在4月1号正式的执法 那本局再次的呼吁所有的用路人 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 能够维护共同来维护 我们的这个整个交通的这个行车秩序 这旅会欢迎市报道